那韋航一方面習近平要求下令全面練兵備戰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清零清到確實整個中國內部變成超級壓力鍋 那網路上也有各式各樣的反彈跟造反 好的這網路上的反彈造反分為這個 原本就是造反派的這個造反不奇怪 另外一邊就原本就是這個小粉紅這一邊 他們最近當然在昨天我們之前討論的胡錫進 意見突然多了起來 那被網友注意到的是另外一位叫周小平 而這一位也是一個過去談話都是很挺習 甚至還被習近平召見 你這個是新時代網路寫手什麼什麼的 但是他也被中國網民諷刺叫周黛宇 黛宇就是白黛宇 然後之前曾經唬爛就是什麼 這個飲水器的廣告亂打 還有我們那個周三地區的這個白黛宇養殖場 白黛宇都賣不出去 結果人家說白黛宇根本就沒有養殖了 不知道在講什麼 好 像這一位原本過去都是在幫阿貢粉飾太平的 他最近卻突然被人家講反水啦 怎麼樣反水他說 實事求是很難嗎 下面的話是我說的 你現在可以來封我抓走野心 去美國只要隔離七天 憑什麼新疆隔了七十天 欸真的欸 好 我覺得新疆搞不好會隔離七百天欸 對 重點是該死的是他提到了一個去美國七天 所以問題來了 你是國家原本安排的寫手 拿了多少國家的好處 可是他現在為什麼忍不住 其實就是也不到吐死胡悲 有非常多的中國的這些網紅 他其實是到各地去寫吧 就是說我到這個地方去寫這邊的美好 我可能是這個東南部的人 我到西北部去旅遊 去看新疆的建設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就封在新疆了 我看到非常多這樣子的所謂的up組啊 就是包括B站的這一些 算是非常大號的 人就真的困在那邊 千辛萬苦 他當然沒有把他買通關節的部分說出來 但他千辛萬苦 好不容易利用了一點自己的身分 就是他是網紅的身分 才從新疆出來 所以新疆那邊的狀況已經是這樣子 但新疆現在是例子最多了嗎 不是喔 是廣州是例子最多的 所以如果廣州的這些人 現在開始在鬧了 我看到新疆那邊 他們沒多少例子都鬧了一百多天了 那我會不會想到我廣州之後怎麼辦 我東南沿海這些城市之後怎麼辦 我現在一開始才三四例啊 像上海最近只有三例啊 那之後會不會像廣州 前幾天還講說什麼幾百例啊 那個時候我就 就在廣州以前國民黨的那個 某位政要 現在在中國發展 他就講說廣州已經是台灣的十分之一 我說這數據不對啊 那時候廣州的數據 台灣的十分之一是兩千多例 他就沒講什麼話 後來國來現在廣州已經堂堂是排灣的十分之一了 所以實際上大家心裡清楚 狀況已經發生到什麼程度 大家想的是不是這個病會死人 他們講的像那個周子平 周小平都要講說不是說會死人 不是說會躺平 重點是大家被這樣封下去 你這個數字不斷增加 他是成等比級數在封 像上海就發生了 只是謠傳說有人養了 可能是在人群中喊了養了養了 大家都開始爭相 就是討難一樣要跑 最後研發出來說不是養了 是他們發現有人是紅嘛 可是大家已經被封怕嘛 被封在公廁的 被封在開闊地 現在已經冬天 你把人家封在梅屋頂的地方 這種例子大家其實心裡有數 他擔心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 好 擔心自己是受害者這一件事 很明顯已經蓋過中國過去 防疫成功的這個所謂的榮光 這種想法 他隨著現在疫情的數字 正式開始上表 而且他們也沒辦法攔阻了 之前其實就陳龍剛剛東老師講了 他們兩派說法啦 衛健委員講說精準防疫 你只能擔得很精準 可是中央又在更高層 又湊出來這個絕對不能退啦 地方當然聽誰 大家聽更高了嘛 衛健委只是我每天把數據會給你 你就收你的數據好了 你不要再講那麼多 因為你不會出錢 因為其實地方都沒錢 所以話說從頭 隨著地方沒錢 大家開始出錢防疫 大家因為一個政策 所有人要自己出錢 所有人要被封在家裡 所有人不知道 為什麼要過這樣子生活的時候 其實中共馬上會碰到一個困難 必須要解釋解釋 可是已經沒人幫你解釋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